PS0基础入门课程第35课 图像的变换和自由变换 今天我们做一个比较详细的讲解 首先我们再去操作这个变换的时候 可以使用菜单 也可以使用科捷键 咱们今天都详细的讲解一下每一个的操作 为了演示更加方便更加直观 咱们使用一个素材 来更好的去讲解 首先咱们先用菜单来操作 比如变换 咱们先操作一下缩放 缩放就是放大缩小 就是一个图像元素 把它放大 把它缩小 图像可以在选项栏这里去输入数字 然后去缩放它 直接输入百分比 你可以用鼠标拖动的方式 来去直接变换 直接缩放 我们一缩放的时候 发现它的比例 就是长宽的比例 是发生变化的 有时候我们通常都不需要它发生变化 我们可以按住键盘上的shift键 这样我们再去缩放的时候 发现它保持的比例 锁定了这个比例 我们在缩放的时候 你发现它是根据对角的控制点去缩放的 我们点击在左上角的 它根据右下角的点 我们再去缩放 如果你想以中心的控制点 参考点来去缩放 我们可以按住键板上的out键 我们现在按住 然后去缩放的时候 你会发现它以控制框的中心的参考点为基准 来去缩放 如果我们同时按住了out键跟shift键 那么它是按比例 并且以中心的参考点为基准 来去缩放 来去变大或者变小 另外参考点 因为参考点是可以移动的 你可以移动到图像的任何的位置 或者是甚至你可以放到图像的外面去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再去缩放的时候 当然这种使用比较少 我们只是作为一种了解去 放到外面的缩放的效果 它又变成这种效果 再配合这个键板的out键或者shift键 咱们在底下虽然这种使用的并不多 咱们为了更好地掌握这种操作 各种尝试都去尝试一下 都去操作一下就可以了 这个就是缩放 如果你需要精确缩放的话 就在上面的选项软这里输入输直 然后就缩放来缩放这个图像的元素 咱们讲解下一个变换 变换旋转 选中这个工具 选转的是围绕参考点来进行旋转 选择了这个旋转的工具以后 鼠标会变成一个弯的箭头 弯弯的箭头 然后我们拖动的时候 它就会旋转 如果我们需要精确旋转的话 就在上面这个旋转的这个角度这里 然后输入准确的数值 比如说输入30度 那么它就会旋转30度 我们在鼠标拖动的时候 如果按住这个SHIFT键 那么它就会以15度的增量来去改变 每动一下就是15度 就以15度的增量去旋转 如果是不按着SHIFT键 它是连续的变换 按住了以后 是15度的增量去改变角度 好 这个是旋转 再看下一个命令 编辑变换 斜切 选中这个命令 斜切是在垂直或者是水平方向上 让这个图像发生倾斜 咱们现在已经选择了这个斜切的这个命令 你们发现放在了这个控制点上 它会变成一个双肩头 然后我们拖动 就可以在让这个图像在水平方向上 或者是垂直方向上 去发生倾斜 这就是斜切 斜切 然后我们也可以在 这个上面输入一些具体的竖直 来去改变 有水平 水平斜切的角度 还有垂直斜切的角度 输入一些硕直 然后达到精确的去 设置这个图像的器杰的这个角度 也可以 这是斜切 再讲解扭曲 扭曲的意思是 把这个图像的元素 向各个方向去伸展 现在咱们已经选择了这个扭曲 向各个方向去伸展 比如说咱们把这个图像 把这个图像放在这个框里边 扭曲它是属于比较自由的 就是向各个方向去伸展 比较自由的 你想怎么样去让这个图像去倾斜什么的都可以 大概的就是把这个画面就放入这个框中 就是扭曲 扭曲也需要 有时候也需要 咱们现在是选择单独的命令 还没有讲解这个自由变换 如果选择自由变换的时候 还需要键盘的配合 咱们先讲解 先单独的命令 先这样讲解 咱们接着下一个命令 编辑 透视 透视就是将这个对这个元素 应用单点透视 这个名称也不要去理解 就是平时 咱们按照平时那种感觉那种概念去理解 就可以一下 就是透视 就让它产生一些透视的效果 咱们看在照片中 这个白色的这种框 它就是一种透视的效果 用透视的那种关系 如果把咱们现在已经选择这种透视的这种工具 选择透视的时候咱们直接拖拉 就可以跟这种保持一致的这种 图示的这种关系 这个是使用 这种单独的菜单 然后去使用这个工具 使用这个命令 那么接下来呢 对比着 来使用这个自由变换 那么在之前的课程当中说了 这个自由变换呢 实际上是包含了缩放旋转斜切扭曲图示 包含了这五个 就是把这多个的命令 多个的工具 融合成一个 然后我们只使用这一个命令 然后就可以使用其他所有的那种变换的功能 比如我们现在先自由变换一下 自由变换 通常都是使用快捷键 就是Ctrl加T 然后打开这个命令 如果我们要缩放的时候 直接拖动就行了 如果是保持比例 那么就按住Shift键 如果是以中心的参考点为基准 来去缩放 那么就按住Out键 如果两个都按上 它就是保持比例 并且以中心参考点为基准来去缩放 再接着说旋转 现在咱们使用的是自由变换工具 就是包含了其他的所有的变换 咱们不需要一个一个工具去切换了 直接使用自由变换工具 然后可以使用其他的功能 比如现在要旋转 但是如果鼠标放在这个外围 它就可以有旋转的这种小箭头 然后我们就可以旋转 同时按住Shift键 它就可以按增量15度的 这种旋转的方式来去旋转 旋转一次 它会旋转是15度 15度的增量 旋转 旋转也是围绕着这个参考点 比如说咱们这个参考点 也可以放到别的位置 如果放到别的位置 它也是围绕着这个参考点来去旋转 你放在图像块也行 它也是围绕着这个参考点来旋转 虽然这样的方式不常用 但是我们在学习去练习的时候 可以去各种各样的操作都去尝试一下 知道它是怎么回事 这是旋转 还有扭曲 现在是自由变化工具 扭曲 扭曲是图像元素向各个方向去伸展 扭曲现在是要用的自由变化工具 所以你需要有降弹快捷键的配合 来使用这个扭曲 比如我们按住这个Ctrl键 那么就可以自由的去扭曲 自由的去扭曲 放在这个框里边 可以自由的去扭曲它 如果按住Alt键 还会有这种自由的这种左右上下的这种扭曲 而且以中心点为基准来去连换 同时我们也可以直接这样拖拉 这个工具上的所有的控制点都可以去使用的到 都可以用的到 这个扭曲需要Ctrl键跟Alt键的配合 就可以使用这个扭曲的功能 接着想在自由变化工具之下 再使用斜切 斜切就是垂直和水平方向 让这个图像来变得倾斜 我们可以在你使用了自由变化工具 一样可以在选项眼上输入数值来 对它进行应用各种数值到这个图像 到这个元素上 如果使用快捷键来配合 现在操作斜切在自由变化的工具之下 使用斜切就是Ctrl键加Shift键 这个时候就可以使用斜切功能 在水平和垂直方向上 让这个图像倾斜 接着讲自由变化工具之下 怎么样使用图示 图示是也需要键盘 可以这样的配合 就是Ctrl键加Alt键加Shift键 就是三个三个键一起按 就会产生图示的这种效果 它会自动切换为这种图示的 产生一种图示 这是在使用自由变化工具的时候 怎么样使用缩缝 旋转扭曲斜切还有图示 主要是使用快捷键的配合 快捷键用来用去 看一下 就是三个键 自由变化工具之下 在用各种各样的功能的时候 所以需要使用快捷键的配合 就是Ctrl键 键盘上的Ctrl键 Alt键加Shift键 不同的组合它就对应不同的具体的单个的功能 你那不同的键它就对应着不同的功能 这样的我们就使用自由变化工具 不需要再去点菜单了 然后直接就可以更加高效的去 把这个图像的元素进行各种各样的 我们需要的或者我们想要的各种各样的去变换 这是上面讲解了是通过菜单单独的去变换 然后又讲解了通过自由变化工具 这种组合式的 使用一个工具 然后其他各种各种各样的变化都可以在上面使用 而且如何用键盘来配合 这就是图像的变化和自由变化 它的详细的操作 这些操作需要我们在下面多多练习 我们在练习的时候或者是尝试的时候 不要怕出错 就说好像有不敢点 我不知道怎么点 就是如果你不知道怎么点 那么你就可以乱点 能够点动的位置 你就都去点一下 点一下看这个图像 它发生了什么变化 通过这样的方式 通过这种领路上的操作 我们逐渐的掌握了或者熟悉了它的规律 熟悉了它的里面的一些逻辑 那我们我们就可以很快的去掌握 这个各种变换或者是自由变换 就可以很好的掌握它 所以我们在下面操作的时候 需要大胆操作 不要怕错 错了可以重新来 然后通过这种大胆的尝试 可以加速我们更快的去掌握 各种各种各样的工具的来使用 好了我们这节课就讲解到这 咱们下节课再见